1.全球最值钱的人载 木制的吴大石 这个人载是在幻影忍者电影中的道具 目前只有4个 其中一个被确认属于幻影忍者的设计师 Simon Lucas 价值10万4千5百美金 2.第一个人载的设计 是1978年的警察人载 在之后的第18季人载抽车乐 重新退出 我觉得收藏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3.乐高设计师需要花一年的时间 去设计一个人载 最早年间人载的模板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敲定现在的设计方案 4.2013年作为乐高人载抽抽乐的一部分 非常著名的小金人孕育而生 全球限量无限格 目前二级市场价格大概是5万人民币 我的粉丝谁有小金人 可以跟我揮揮手 让我看看你们谁是土豪本 5.人载的高度 不算头发或者是头饰 等于4块乐高砖的高度 6.自1978年以来 已经制作了超过40亿个人载 我们静静等待 能载数量超过全球人口的那一天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收藏 加转发 我是奥斯丁 我们下次见